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APP的节目现场为您进行财经APP的单元 我是美宁 好今天同样的又来到了我们科技新报的单元 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指纹辨识好像是越来越夯了 听说呢还有这个信用卡公司啊 未来要推出这个指纹辨识这个功能 那到底它的好处有什么 而它的这个辨识度又有多高 到底会为我们带来哪一些便利呢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一样要来访问的是 我们科技新报营运总监林昌明 林总监昌明您好 大家好 是有一个信用卡公司要来推出这个内建指纹辨识系统的信用卡 这个会比签名还要来的安全吗 理论上会是 因为就是说签名也可以伪造嘛 而且现在很多都不看签名耶 我发现 其实它也是可以被伪造的 比方说我今天弄个什么软堂啊 对对对 就把那支纹就拿来 泡在手上 对对 那也有人这样试过 但是因为它不去跟你的那个卡号还有那个授权 都做一些验证嘛 嗯哼 所以它暗原性还是够 嗯哼 所以它也确定说这个是不是火的手机 他要去看那个什么有没有脉搏啊什么的 就是说它会表现 可是它是坐在信用卡上面 嗯哼 那卡的话它是增加几个验证的机制 确认说你这个卡的话就是你的 那它就是透过NFC读卡机来结账 我们现在有很多那种读卡机其实它都不是真的这样刷卡 就是感应式的 所以它这个跟着有点关系了 对因为它变成说这样的接触其实它可以确定是本人 然后再这样子的话它更能够确定说 其实是你刷卡或是我刷卡 好我们可能要厘清一下 不是把您的指纹放在那个对方读卡机上面 是放在你自己的信用卡上面 信用卡 比如说这个卡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它必须要搭配电池 搭配电池啊 那我们现在只有薄薄一张耶 那搭配电池就会变厚厚一块 所以它就要变成厚一点点 对 那它已经找到一个方式来解决电池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现在测试是需要装电池的 新版的话就会弄一个低频的无线讯号晶片 那每一次使用卡电池 它就会透过无线讯号来无线把它充电 好酷哦 所以它就不需要装一个厚厚的电池在那边 感觉像手机要多带一台这样子 对那要到明年才会发行 对英国跟美国会先有这样 如果这样说的话 这个指纹变系这个感测器的这个市场 应该是前景蛮不错的哦 越来越大 就是说每年大概 研究的成长率大概都有30%到40%嘛 那到2020年的话是进来的四倍的规模 包括手机啊 平板电脑跟笔电 都会有这个指纹变试的感色器嘛 它出货量其实越来越大 而且补及度跟它的成熟度都很高 那也肯定可能刷到它都不会播 或是说很麻烦 那下期要按一下 因为它就会验证 这个速度都比一千块 好刚刚我们谈到这个指纹变试系统了 可以大幅的提升这个信用卡消费的安全性 不过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 我觉得还蛮不可思议 这个事情居然会发生在南韩 尤其是号称这个网络非常发达 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这个国家 最近他要打算全面的更换国民的身份证 为什么呢 昌明我们来谈谈看这个话题 因为韩国他们这个已经被駭客入侵 他们有那个身份证字号的话 就已经是有问题 他整个系统需要砍掉重练了 所以他要帮17岁以上的公民 建立新的身份证字号 好 这个应该是非常功诚浩大的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想想看 韩国有5000万人口吗 对不对 然后就有4000万人 4000万人 换身份证字号 这个不知道怎么轮 我是不知道他们的身份证字号 是怎么样做一个编码 可是我想到这个一定是要耗费不少的 就是说光是制发这个身份证 然后你要全面的换 然后这些人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资料 个资等等 全部都要跟着换 因为你可能用这个东西去登录很多的 相关的资料 对不对 然后他必须说 因为他个人的身份资料 跟身份证都整个都是绑在一起的 连总统啊 普请会的资料都有 我觉得这很奇怪 他们是号称这个科技大国 高科技高网速的 怎么会被害 被害得这么厉害 然后 刚刚提到信用卡 也是一个信用卡公司 他们一直在这几年都有被盗 可是今年初 南韩有三个主要的信用卡公司被害了 那就有2000万的各自被泄露 就是信用卡号码跟手机 还有身份证字号 那这个事情因为太严重了 所以他们的总统就决定说 那我们要重建这个身份证系统 那预计今年底会决定 好 那费用可能要花上7000亿韩币 大概是台币200亿元 而且要花10年时间来换 哇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而且三家信用卡公司被害 然后2000万人的各自都被窃取 听说连普警惠的资料也被窃取 这真的 这对南韩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奇耻大辱 对 而且一旦窃取取了这个名字 你就可以申请第二号码 电子邮件 对 银行账户 其实这个影响蛮大 他们比台湾这边更严重 我觉得这个台湾应该也要引以为戒 对不对 因为我们常常也会 就是 当然现在后来啦 稍微好一点 因为之前的话 有些消费啊或是干嘛 都一定要你填身份证字 对不对 现在是不一定了 对 好 不过如果万一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真的是非常麻烦 当然你说换身份证 这个是会造成大家很大的一个困扰 最讨厌的就是说 如果你的等于个资被害 被弄的假账号 或者说开的这个假户口 假户头 被滥用的话 可能会有这个官司上升 这个真的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这个南韩的这个部分 我想也可以提供给我们 台湾来做检讨 对 做借境 好 OK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在这个 网路消费的一个安全性的问题上面 真的是大家要多多的注意 尤其是现在这个跨境 你说在国内消费 也许这个还抓得到人 对 现在都跨海消费 在什么淘宝啊 什么天猫啊 对 或者说日本的MSL 我美国的MSL买 然后必要台湾买 现在大家很多都是这样买东西的 好 那这样子 我常在思考 像我本人有时候也很喜欢 在海外的网站买东西 可是比方说我都是用PayPal 或者是说直接在上面 如果他愿意接受国外的信用卡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说 像比方说现在我们提到 第三方支付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是不是超迷也可以来跟我们谈一看 简单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有PayPal这种东西 还是属于第三方支付 那我们台湾现在也可以用 你现在买很多东西 可能你到便利商店 就是把那个PayPal的 那个指定的那个账号 刷条码就可以付钱给PayPal 用PayPal来做验证来付钱 那大陆淘宝也是 那一个是用在国际的 就是用在大陆的 那你现在买东西 别人说他都是有第三方验证过 那其实是比较安全一点 对 万一就是失败了 或是说东西没有寄来 你还可以投诉 可以把钱退回来给你 这样相对会比较安全 那信用卡的话 也可以对 就是说你就要一些手续 比较麻烦这样 等于说你就还要跟信用卡 你要举证 要周旋一下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话 他就等于说他有一个控管的一个机制 如果你收到 譬如说买了iPhone 只有收到两块磁砖 可能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保障之类的 是这样子吗 对 没错 那台湾的话就是说 可能一些拍卖的公司 跟他们就是要进军 整个大陆做跨境 对 现在很多 那这好赚吗 还好 因为我觉得在大陆电子上 就是说 你要能够击败大陆的电子商务的公司 是困难的 他们都很大嘛 东西又多 那除了说你提供很特别的东西 比方说你是卖台湾商品好了 那大陆可能很多客人 他就会来你的网站买台湾的商品 可是他以前支付是要 用信用卡很麻烦嘛 对 那现在也可以用那个 比方说用腾讯用淘宝 然后来付 就是大陆用他的钱支付 卖台湾的东西 然后台湾的货再把它寄过来 这样是比较方便的 那就希望能够赚这个钱 但是因为其实 金额也也许不会很大 可是还是一个拓展嘛 对两岸的这个电子商务来说 是一个好事 可是也有更多的公司会思考说 那我不要在大陆做了 那我就跑去东南亚 跑去东南亚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东南亚他们有很多华人嘛 不论是马来西亚 印尼 新加坡都是 那他们其实对电子商务 你做一个中文的网站 他们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是可以来 买你的这个跨境的电商 甚至说他们就跟当地业者合作 成立那种在东南亚的电子商务平台 然后也是台湾的公司去合资的 那他们采取的这种 我觉得一个比较困扰的部分 就是说 像送货的话 这当然没问题 现在物流是很发达嘛 对 那这个钱的部分 也可以像在大陆像中 我们支付宝啊 或者是支付链 他们现在有这种支付的工具 那 其实用PayPal 用信用卡 其实都可以 就说他们其实有 很多方式可以做 那因为中国的市场比较特别 你没有支付这个 支援这个支付宝 你可能就 很难跟他们做生意嘛 那所以才要做这个 两岸跨境支付 可是如果说对东南亚来讲 其实就还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啊 是因为支付宝 它的规模太大了 所以你也不得 太大了 对 所以你也不得 不用它的这个机制 来做结算 对 是这样子吗 没错 然后像美国 他们也做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我有一个很大的 民族商就是Costco 好市多 他现在在美国 大概是第二名嘛 第一名是Walma 可是他现在 跟Walma不相同 他现在跑去大陆开店 那应该很夯吧 我想 对 虚拟店 在巴里巴巴旗下 天猫商城开店 那他一开那个店 第一周销量就 非常的惊人 美国不就很多什么坚果 或是蔓越莓 对 卖掉了六吨 非常大的量 就是很多人会去买 美国的东西来吃 这样 所以你过去的话 可能必须要在实体商店 才能够消费 可是现在你透过 这样的一个机制 但美国的Costco 他不需要真的到中国大陆去 开一家实体店面 对不对 照卖补物 而且还卖好几顿 对啊 这个货品 对 他们是透过这个上海贸易区 就是自由经济贸易区 来实现这个跨境电商的保税进口 那你就把这个配送时间 跟这个进口商品的价格 就整个就往下降了 对 就压缩 对 那电子商务的公司也很开心 因为他对他偷来讲 我提供这么多 优质的国外商品 他们叫海外直销 对对对 真的好像这一家店 就开在中国大陆那种感觉 但你不需要真的开着车到那边 去消费 你就在家里面 上上网 对不对 货物就配送到你家里面来了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上海自贸区 就是说他对于这整个发货配送 然后你刚刚说到 他是保税进口的这样一个方式 所以说他整个税会降低 对不对 对 整个会降低 对 而且他这个等于说发货的时间也缩短 不会买蔓越莓 到你这边已经对不对 都坏掉而发霉了 不会 他就是整个都压缩的很快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新时代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方式 主要是因为他们也发现说他们的金额增加了 像2009年 中文的海外代购市场 规模只有50亿的民币 去年已经到767亿了 成长了18倍左右 那经典金额就更高 那如果说能够正式用这种合作方式 而不是代购 对对对 那其实这样可能消费者更有保障 没错 因为有一些代购毕竟有风险嘛 第一个你可能要等 等他集货到一定的数量 然后他才会帮你配送嘛 第二个你又不知道他 对方到底可不可靠 而且他你进来的时候 搞不好还要被打一次税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有点问题了 那有问题的话 这个品质也比较难有这个保证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真的是还蛮有这个前景 这个Money这个钱 所谓的跨境电商 那在这个无论是中国大陆 或者是甚至于现在台湾呢 也瞄准这个东南亚的市场 我觉得应该是还蛮有这个可以期待的这个商机 好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大家知道台湾高铁嘛 当然台湾高铁后来是这个所谓日欧混血 欧日混血 对有人这样子形容了 不过当然我们还是以这个日本的这个新干线 为这一个雏形 所以这等于是日本新干线第一次的海外输出 就是在台湾了 是车辆的部分 对那现在听说日本呢 要来发展这个磁浮列车 可是这磁浮列车不是早就有了吗 对就是说像上海的话 就有一段小段的磁浮列车 对啊 那还要外销这个 对 因为大家都只是实验情 就是可能几公里而已 可是呢 它现在要坐的是很长 很长的这个距离这样子 就是它真的是可以商用 可以这样子吗 对 因为像东京到明谷大概有286公里嘛 挺远的 那如果说用磁浮列车列车只要40分钟就可以到 那原来是要80分钟 缩了一半的时间 缩了一半时间 所以现在是日本的东海旅客铁道诸实会社 就JR东海 大家都很熟 打造这个世界最快的磁浮列车 好这个磁浮列车到底多快 今年已经开始生产了 已经开始弄了 三月开始兴建了 那它速度大概是540公里 540公里 我们现在那个是多少 350 大概300 300多啦 通常很少到几岁 可是我们实际上营运是270 对啊 因为它除非是在江南平原那种 比较直线 它有一个安全系数 所以它等于比我们快一倍耶 快一倍啊 那大家想看以后 从台北到高雄 如果磁浮列车 你可能只要45分钟 对不对 没错 然后它下个月就开始 做四成的活动了 东京以西到47公里的四成 那它就卖那个连票啊 三天的票是日币4300块这样子 只有40几公里哦 对 可是已经可以四成 因为它全长是286嘛 嗯哼 那现在已经做了47公里 可以让你试试看这样子 那不是一下就到了吗 哈哈哈哈 那一下就到了很快了 对啊 你可能上去 屁股还没有坐热 对不对 结果你已经 43公里已经到了 但是这样子就要 是你说4000多块日币 是不是 嗯 那大家希望说 把这个13000这新的型态的列车 以及那个新的持股列车 就是授权给美国 哦 让美国去兴建这个高铁伺服技术 嗯 因为美国它要在新建 从华盛顿到巴特莫 一共60公里长的这个高铁嘛 嗯哼 它就是会希望说能够用看 看能不能用更快的技术 而不是用旧的来 旧的高铁 它想要新的 哦 哦 讲到持股就是一个美国 可以考虑的方向 嗯 而且你用日本技术 可是可以在美国制造嘛 就符合美国的这个政策 OK 所以像它这样子 技术的这个输出哈 获利的话 这个前景如何呢 嗯 以他们现在目前 估算的这个金额来讲 以他们今年第一季的话 营业利率就29.9%了 嗯 比苹果的28.7还要高 哇塞 对 所以并输通信事业 其实是还蛮不错的 可以在继续再发展 嗯哼 就人类不论是说 飞机啊 或者什么无人机 对不对 或者说什么 新的车子 新的船 其实很多 在运输上还是有很多 可以发挥的空间 对啊 你看像电动车也是啊 对 有电动车 或者说什么 燃料电子车也是 嗯哼 好 真的不得了 而且它如果能够 像美国做输出 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话 等于美国它也跳级 它没有经过中间的这一段 直接就升级到这个磁服的 这样一个技术上面去 感觉上它就是 如果你插了翅膀 可能就飞上天了 很快耶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我们会想要去试试看 大家也许可以体验一下 上海普通机场到市区的 这个比较短的磁服列车 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吗 不一样 当然两个系统不一样了 一个上海这个是德国的系统 那日本的这个磁服列车 是他们最新的一个发明了 好 今天昌明为我们带来了几项 蛮有意思的话题 包括我们这个指纹辨识系统 可以运用在这个信用卡上面 还有就是南韩的身份证 可能会需要全面的更换 另外就是我们提到了 跨境电商的前景 还有最后就是日本磁服列车 一个最新的技术了 好 今天非常谢谢科技新报 营运总监林昌明 为我们带来这些最新的科技话题 谢谢昌明 谢谢